好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居然好骂人家狗腿是免赔的 是一个善意的言论 是可受公平的吗 好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媒体 如何来帮政府抹红打压呢 好汪汪集团队长蔡衍明呢 因为不满遭到年代向前看的 节目主持人陈宁关 骂他是国台办狗腿 因此呢对于对方好相关人士来提告 求偿300万并且要求道歉 可是最高法院在3号 判蔡衍明败诉确定 前令委郑立文就说 这个法官真的很离谱哦 狗腿本身有多难听 难道你不知道吗 是不敢得罪绿营 还是法官认为这辈子就是要当狗腿呢 那他说蔡衍明董事长本身呢 非常的本土非常爱台 到中国大陆去赚钱 应该是台湾之光啊 同时他也希望两岸和平 这样到底何罪之友呢 好那看到了谢寒冰就说 是不是用影射的方式 好来达成他们的目的呢 那现在法官开了这样的先例 好蔡总统跟随美国政策 难道他就是美国的狗腿吗 还有那个前立委 林盛峰讲到了说判决应该是要教育效果的 那么现在我们得到什么结论 就是你骂别人狗腿或许就会无罪哦 所以以后在社会上面能够来接送用狗腿赞扬一个人吗 显然法官是不是不适格 只能够这个只能说是一名法匠而已呢 好他认为这是三审最坏的示范 你可以不同意别人嘛 但是不能够侮辱人 好练台生经营的伊电视跟年代电视 动辄对于非绿的人物跟世界来扣红帽打压 但是对于他们自家 这个涉及经营到的钱贵KTV 之前发生的大火案 只字不提把媒体当成了私人工具 甚至帮政府在打压异己 好这个对一些台商来抹红 失去了媒体客观的一个公益性 这样的媒体是不是执政者的狗腿呢 你看哦对比的这个NCC呢 消极被动来介入他们的这个调查 骂国台办狗腿这件事情 好那反观在2018年的时候 高中市长选举中间报导了民进党立委 邱益盈在活动的时候 喊着大家卖理亏 NCC认为他讲的是大家博理亏 因此才罚了中天20万 可是现在呢北高刑认定 事实违法判决撤销处分 所以中天呢是免罚确定 这个钱贵KTV大火案呢 6死67伤 那伤者呢很多还在复原 在法庭上面呢 痛骂钱贵不断的打压被害人 好甚至四年来等不到合理的道歉 这场官司呢即将要宣判 但是事发至今 练台声呢所经营的电视媒体 都是选择沉默 只字未提的 好前立委郭正亮也说 其实他有上过陈寗官的节目 那么陈寗官的节目 其实就这个样子啦 讲这样的话收视率才会好 那么对于旺董呢被说是 国台办狗腿 郭正亮就说 其实蔡衍明根本就不熟国台办 比他熟的人多的是 陈寗官节目我也上过 他讲话本来就这样 那就讲这样 绿营的收视率才好 这个就是观众不一样 像我们中天的观众就不喜欢这样 如果这个字没有那么贬义 因为法院认证 那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讲 来讲陈寗官啊 或者是用这个来讲 蔡英文是美国狗腿啊 之类的 因为这没有别的意思啊 善意嘛 只是表示他们很好啊 表示善意的言论 表示不然是什么意思呢 可受公平啊 就是这样啊 其实坦白讲两岸关系我也了解一些啦 我们蔡元凶也很了解啦 应该不敢 其实我们蔡董跟国台办 真的没有那么好啦 真的没有那么熟 真的没有那么熟啦 说实在 比他熟的人多得很啦 是 所以不管啦 反正就是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啦 是 那这个比起中天那个 十一格案 对比其他电视台的双标 所以我想中天 对于这样的法院判决不会太意外啦 因为你们已经被双标好几年了嘛 同样的事情 别的电视台没罚 你们被罚 对 对不对 那 所以啊 就是这样 好 另外呢 退役的少将栗正杰他表示 这个节目怎么这么的没有水准呢 像是泼妇骂街一样 那法院现在有这种判例出现 根本是教坏小孩 让他匪夷所思 我觉得这个蛮压抑的 陈宁宽 表面上面形象看起来蛮好的 但为什么在节目里面 常常一个节目的人对着大众 用这么粗鲁 逼俗的话 来指骂别人 尤其我们要知道 这种话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市场里面 那个欧巴桑 为了买菜几斤几两 然后有时候会骂出这种 比较粗俗不堪的话 大家要晓得 尤其是我觉得很严重 一件事情是 法院如果说是 用狗腿这个日辱骂人 然后认为说没有罪的话 这后面代表会很严重 今天我们 总有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 什么是骂人的话 什么是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大概都有 平常我们来讲 我们有时候在节目上面 都在特别提醒我们 说哪些词不要用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只能说是 讲干 三国里面讲干讲的话 对不对 用这种方式来讲 我们都不敢说是讲插话 或者是有时候 有些日演不好的话 电视台都会帮我们消音 这为了什么 就是这个节目气质的水准 我觉得这个节目代表 陈宁官如果讲这种话 代表不只是陈宁官个人来讲 像是一个春妇一样 像是一个破妇骂街一样 甚至于他这个节目制作单位 都没有水准的一个节目制作单位 你这种节目怎么会 这么没有水准 你合理解 如果说陈宁官真的 出了这种话 你应该用消音的方式来处理 你怎么大拉拉把他播出来 还把他完整播放 对完整播出来 我觉得这东西是我们社会上面 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普世价 这台湾话有一句话 叫嘎派小孩大小 对不对 这东西如果说叫爸爸妈妈 怎么去教小孩说 这句话是不能骂人的话 在学校里面 你不可以用这种话去骂人 对不对 我们要遵守礼节 我是一个军人 你说我最老出了 对不对 我最老出 但是我都认为说 我们在部队里面有时候 大家以前习惯 如果军人来讲的话 开口闭口就是喜欢用粗话骂人 但是我特别要承掉 我军人来讲的话 我都不会用这么粗俗的话 去骂兵 我都不会用这么粗俗的话去骂兵 那你在电视节目上面 一个端端正正看起来 还清清秀秀一个女孩子 女主持人 你怎么会用这么粗俗的话去骂人 而且法院还说这是 这个是可以公平 我觉得这是匪夷所思到极点 你叫我们这些当家长的 我们怎么去 我今天是当阿公 我怎么去教育我的小孩 说这句话不可以这样用 除了这句狗腿不能这样乱骂人之外 我记得以前法院还有一张表出来 说什么日代表可以罚多少钱 对不对 你讲某一个日来讲 你要罚多少钱 你讲三日金的话要多少钱 什么话的话 有一个表在那里 对骂人的话 你用多少 什么样的言识 有多少的罚者多少钱 我觉得这都是社会上面 大家公认的事情 而且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尤其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 那个警察把那个入警的言识 当场手铐就铐起来了 那今天你怎么可以在电视上 公然讲这种话 然后你说三审说没有罪 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 对这个司法真的是 我们我们你不得不让我们去怀疑我们司法 到底是不是民进党开的法院 不然他怎么会做出这种判决出来 好到底呢是颜色的问题吗 是不是民进党开的法院呢 真的骂人家狗腿是可受公平的吗 而且现今这个两岸关系比较紧绷 那么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用语嘛 结果这个陈宁官呢 现在被判无罪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点出了 那准经济部长郭志辉 他的崇岳集团在中国大陆 多点也来设场 难道郭志辉也是国台办的狗腿吗 为什么要去讲人家是狗腿 你要照老实说 你最起码要拿出一些事实证据出来 可是如果你去看年代的节目 去看陈宁官的节目 你就看他 他们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用影射 因为旺董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所以他就有可能是在帮国台办办事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 我们的新任经济部长郭志辉 他在大陆开了十几家厂 请问一下 他是不是也是国台办的狗腿 他是吗 那我们找一个国台办的狗腿 来当经济部长 请问一下我们是干嘛 所以我们整个政府 是国台办的狗腿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赖清德已降 全部都是国台办的狗腿 我们是个狗腿政府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类比的方式 用这种影射的方式 其实是一种很无聊的事情 那法官我知道 他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这个法官 判陈寗官有罪 然后判年代有罪 这个法官大概就会被年代 照三参问候了 我看 对啊 一定会 然后大概 以绿营的习惯 大概就是把这个法官 他家有什么人 他的十八房远亲 可能做了什么事情 不是跟蓝营的谁跟谁认识 拐弯抹角 搞不好他的远房唐书 曾经是有加入过国民党 你看你看你看 这就是国民党 他们不就用这一招吗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跟这些人死残烂打是毫无意义 我也劝不忘懂 我跟你讲 不要跟狗生气 你在路上有一只狗咬你 你要回头咬他一嘴吗 何必呢 做这件事干嘛呢 不要跟狗一般见识 不要跟垃圾一般见识 你让他们垃圾 看到垃圾该做的事情 就是分类 就是这样 我们只要分类 然后让他环保回收就好 不需要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 跟垃圾见识 一般见识是没好处的 跟狗互咬 对我们也是完全没好处的 我们是人不是狗 所以就让这些狗腿自己去爽吧 不要再理他们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